繼續開會 向大會報告 要去方便的自行就去 看起來很像大家都很客氣 OK 来我们接下来请林一龙议员 15分钟 好谢谢主席 今天我想要就叫我们民政部门 我们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林理长 其实平常在地方上 也有很多的意见给我们反映 尤其是里长 他们在地方上跟林长 服务每个民众是相当辛苦 那我要跟局长特别来说明 我把这个左营南子区的林理 做了一个统计 那按照这个排序 每一里 大概有多少林 其实不一定 那我统计出来 我们南子区 蓝天里 平均 每一个林 要管286户 也就是说 它总共才10个林 那蓝天里 它服务员广大 因为包括高雄大学区 那包括 现在新的 这个重化的 在高雄大学区周边的这个重化范围 都是属于蓝天里 那它总共才10个林长 这每一个林长要管286户 那第二名呢 在南子区啊 清风里 清风里呢 有41个林长 看起来好像很多 可是它每一个林长要管222户 那我们看相对啊 在南子地区 管的里 管的林长管的户数最少的是红毅跟红南啊 大概每一个林长大概管29到33户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悬殊比例很大 一个林长有的管200多户 一个林长 它可能只有管230户 相同的 我们来看左营 左营啊 我统计出来 福山里啊 有75个林长 每一个林长要管215户 新上里 有57林 每一个林长要管208户 蔡公里 有63个林长 每一个林长要管202户 所以在左营区 有三个里 的林长都要管到200户以上 那最少的呢 就是红南里跟圣后里 也是 一个林长大概管28户 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个极端啊 一个林长 有的管20几30户 有的管200多户 这个显然齁 是不太平衡啦齁 所以呢 里长齁 有一些人就有跟我们做一些相关反应 真的他们的管的范围很快 但是呢 他们的林长很少 所以他可以处理地方的工作 就会变得比较吃力 那我当然知道我们现在林长是属于管制的数量 那林长管制的数量 局长你不要打呵欠 我很正式的在跟你讲这个问题 你不要认为这个问题 你只要随便跟我敷衍 回答就结束了 你知道地方上里长已经在抱怨 林长人数太少 他在很多的服务工作上 受到了很多的严峻的挑战 你接这个民政局长 你就应该要好好的来规划 到底林长的数量管制 要不要做适度的调整 要去体恤地方上的民情 你的态度让我觉得 你不重视这样的议题 不是吧 还是你早上太累了 我希望你是早上太累了 不要打呵欠好吗 所以我回归要讲的是 里长底下的林长数 其实每一里都不平均了 那这个当然有它的历史原有 因为一个区域的开发 以福山里来讲 新上里蔡公里 这边因为都是属于重化区 所以后续的大楼盖的特别多 因此大楼的户数就特别多 所以林长管的户数 就变成200多 一样的我们看南子区 藍田里跟清风里 他们的服务员都非常广大 都要一个林长要管到200多户 他们也都是属于很多新的重化区 高雄大学这边 土库这边 那么大楼盖的还没有左营 福山这边多了 但是这边其实大楼现在一直在兴建 所以户数也越来越增加 但是 后属增加 林属增加 林长是没增加 也就是说过去它可是传统的旧部落 你的林长可能就是十个 但是现在新大楼多 新住民进来 大家都搬到这个区域来 可是你的林长没有增加 那这个怎么办 那我知道很多年来 大家在讨论 要把这么大的一个礼 再拆成几个礼 可是这个部分工程也浩大 我们现在民政局 有在规划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什么时候 可以把这几个大礼 再拆成几个礼 我不知道你们的进程如何 等一下局长请你 明确的回复我这样的一个议题 到底像这样的一个林长 每一个 里的林长管的户数 负责的户数 差别这么大 就从两百多户的 也有到二三十户的 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现阶段 可以稍微做调整 然后去 帮忙我们地方上 里长 跟地方上的服务的 以及我们这些大的礼 像蓝田清风 福山 蔡公 这种大的礼 将来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规划 去把它分成几个礼 那这样的规划进度 你们现在怎么做 来局长请你答复 好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林议员 对于我们这个礼林调整的 这样一个事情的关心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在整个礼林的调整上面 我们是依据高雄市礼林编组及调整办法草案 这个在做这个进行 这个其实我们是依照这个办法 对不起 是办法在进行 那我们其实是依照它的历史人口地理产业还有开发跟族群做规划 所以其实我们里面是有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人口密集区跟非人口密集区 那像我们在南指左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属于人口密集区 特别是刚才议员有特别提出来 包括我们的蓝田里清风里 这些都是等于新兴的一个市政 那包括我们在左营在整个新市政那边 那我们在这部分我们其实有分最大的零不得超过200户 这是针对那个人口密集区 那不得小于20户 那在于非人口密集区是70户跟这个10户的这一个差别 所以我们其实在104年8月 我们已经进行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大概财病跟整合有280零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会继续做这个调整 我们其实是都还有在做 但是这会牵涉到我们在整个李领长的这个选 特别是李长这个选举的部分跟议员选举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有一些私底下的一些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的幅度其实不会大 因为我们未来会针对 什么调整 局长你讲具体一点 怎么调整 当然我们太大的李我们就会把它做一些某一些的一个调整 你是说李的切割吧 对啊然后当然相对 但是在李还没有切割之前 他们现在就面临领长要负责的户数太多 我这个要怎么处理 是啊当然我们就这个我们会一起动 我们不会说个别我今天先切那个跟切那个 所以你现在的领长就是总量管制嘛 对不对 对总量管制 所以你的总量管制没有办法 往上调 但是我们就是在整个 我要问现阶段不是在问你李切割之后吗 李切割之后那个要很久啊 也不见得会很久啊 今年就要实施吗 我就跟议员报告 今年我们已经都在相关的规划跟讨论里面 我们一定会预据让李长在前一年就会知道 因为他们也要选举 啊再因为李一切割 李就切割了 李局长你讲明确一点啦 那你的意思是说在下一届李长选举之前 我们会做李的行政区域的切割是不是 是微调 微调是指要分几个李这样吗 对对 有一些太大的李我们希望就把它分开 在今年在这一次下一届选举之前 会做这样的调整 所以在李的切割的同时 但是那是微调 也会把林长的部分做调整 对一并调整 要一并调整 对 所以现阶段你这些林长是不会再动了 是 现阶段是没有办法 短期间啦 是 那你确定 李的微调 在下一次李长选举之前 能够完成吗 微调的部分当然我们一定会 像我们在上一次的选举完之后 我们104年我们就已经做了一些微调了 这微调其实都一直是 在每年都有 微调李左营来讲 他旧的复兴李就不见了嘛 然后因为少了一个李 所以你们说要再增加一个李 你所谓微调是这样嘛 少一个再补一个就这样而已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蓝田 清风 福山 蔡公 心上这种大李 你要不要把它分割出来变成两个到三个李 我要问的是这个 有没有 其实 基本上就是 蓝议员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 但是我想 在这边我先不要指明说哪些李会被调整 因为这些李一旦被讲出来被调整 现在当然不能讲 但是有这样的规划就对了 类似的想法 那在几年内会看得到进度 我们一定会在下次选举公告之前一年 我们会先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整做出来 如果这样讲应该是明年嘛 最晚 最晚在明年就会知道嘛 那我也希望说局长你可以跟在地的里长做个说明 因为他们苦于林长数太少 在地方上服务的工作比较吃重辛苦一点 所以你可能也要跟当地的里长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们现在总量管制林长不能增加 那是因为我们要配合未来里的整个规划 将来行政区域上里可能要做一些切割 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 好 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需要来检讨一下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平衡 这样对于一个里的服务品质才能够提升 好局长你先坐 好谢谢 接下来我要谈毕藏管理处的这个活化炉 以及人力的在检讨 因为今天处长不在 不过我想等一下还是请局长回答 因为我们的火化炉确实一直在更新当中 那确实那个空污的问题有在改善 因为我常常到冰藏管理处那边去观察 我发现说 诶这个过去欧烟这千的那个部分已经比较少了 但是我们现在会担心的是说如果火化的这个卤没有赶快更新的话 还是会赶不上那个整个CO2的管控 那我知道环保局还是要对我们冰藏管理处这边做开发的 所以我希望局长火化炉的更新尽量的能够再加快 好不好 因为这个是有预算的 好你等一下答复我 再来我要替火化厂的人力说说话 他们现在那边现场我所知道应该是十个人 但是我们一天啊如果喝力了一百多具啊 那平均在两个小时一个阶段 那你们现在如果说火化的人多 他就变成一个半小时甚至说到一个小时就要火化一个阶段 所以那个人力很吃紧啊 你十个人要处理从进去到出来 包括放到骨灰坛 所以这个人力的部分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很吃重 再来因为火化厂这个地方一般的 的人比较不喜欢在这里上班 因为那爱面对往生者 但是如果我们是有信仰的 或者是我们对于这个往生是给予非常高的祝福的 我觉得这个倒是是很OK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在人力上 你们必须要帮他们的忙 十个人真的不够 再来我上一次咨询的时候我有提到 在那个火化厂的规划空间上 我们必须要把动线再做好 包括能够让他的家属有独立去面对他的往生者的一个空间 去追思悼念 动线 一旦到着这个骨灰坛的时候 他的家属的心情 其实是外人很难理解 可是他们的心情 我们必须要去体谅要给予安慰 所以我认为从 剪骨到 放到骨灰坛 让家属可以看到那个过程的同时 他也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可以去悼念那个最后的时刻 那因为 新竹其实他们是做到这样 我知道我们火化厂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一点 请设计单位 设计规划单位去做一些处理 看能不能调整 我上一次 去年我咨询的时候 我已经讲到这个议题 可是我发现到今年 这个部分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进度出来 再来 他规划动线旁边的绿冷绿美化 我觉得很重要 主席再给我两分钟 两分钟 谢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旁边要热骨骨 热骨骨灰飞烟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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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去做一个处理 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谈的是 烏后沟的管理跟维护 我很谢谢高雄市政府去年 编列预算在区公所来做烏后沟的轻疏 其实烏后沟大部分是属于私人沟 尤其有的是只有30公分 根本进不去 长期以来过去民众都不轻疏 那去年 我们市政府特别编了预算 在区公所去做这样的烏后沟的轻疏 其实也确实隔绝了很多更隔热的温床 但是今年我们还有汉他病毒 就是说有老鼠鼠疫 所以烏后沟其实很容易躲蚊子也容易躲老鼠 因此我希望我们每一年都可以编列在烏后沟轻疏 这方面的预算在区公所里头 那能够透过里长或者是区公所主动来做这样的一个烏后沟的轻疏 当然有一些民众 他是一个可能大楼或者是社区 他的烏后沟他们都不轻 你今年有帮他轻 隔年你可以要求他自己轻 他如果不轻 我们其实应该要立一个法则 我觉得有些部分是民众自己要自我要求的 有些部分是我们政府可以协助你帮忙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为什么会希望这么做 是为了防疫 为了我们的环境卫生 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在的环境 病没从 各类的病毒 很容易流窜 尤其是躲在这种 比较脏污 然后 没有人去轻疏的死角 所以我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延续去年 好 机长导 好 机长导 谢谢主席 谢谢林议员 刚刚议员做个报告 刚刚议员有说 我们那个火化检谷市只有10个人 可能这个资讯 可能我再做一个补充跟调整 我们其实在现场是13人 那台骨的 塞谷的其实也有2个人 检谷的也有2个人 一共是17个人 所以已经是17个人 可能那个讯息上 我们并没有update的很好 所以在这边也跟议员做一个澄清 跟做个说明 那另外的就是说 刚刚议员也有在谈到 就是说我们的火化炉炬 跟议员报告 我们现在刚刚是火化炉炬 在一边 我们18座火化炉炬 已经在今年 全部都汰换完毕 而且我们的设备跟设施 是大概可以说是全国之先 我们是烧瓦斯的 那也因为是烧瓦斯 所以我们的污染的状况情形 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也自我要求 所以我们在今年 我们也设置了 在已经在采购了 已经在规划了 就是说我们准备 今年我们还自己 要能够有一台 我们的这个 电脑的一个电子监控 因为我们觉得说 我们不要让大家都觉得 我们的火化室 其实是污染的 其实是没有 我们未来也会非常清楚的 哪一天哪一个时间 对 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的18座的炉炬 我现在去参观过几个县市 我们高雄市的算是最新的 算是最优秀 最最是比较好的 那人舞的部分是舞台 舞座 我们现在也在 也在准备在这一两年 就会把它汰换完毕 那我也跟相关的这个厂商 都有在做这个接洽 那也会在最进行来完成 那除了刚才所提的这个18座炉炬以外 我们连烧库钱炉的四具 我们都已经换成环保库钱炉 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 能够做这个环保的库钱的这个 到那个环保炉里面去进行这个烧化 那那个宽度 连包括我们的纸扎都可以进去 但是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市民朋友 其实还是会委托一些民间的业者 帮他们烧库钱 那这个目前我们也跟我们的相关的 这个业者也都进行沟通 那业者也都愿意他们未来 在未来不再用路线造化的方式 他们将会新建我们这个大型的这个 环保的库钱炉再来 所以我们预估未来还会再增加 三到五具全高公司的新的这个 环保库钱炉是新的 是比较新的这个设备 那除此之外 刚才议员有提到 特别是我们在火化厂的这个检股市 我可以跟议员报告 这个议员可能可以来参观一下 我们现在的那个 那个检股市 是可以说 那个很多朋友看我的脸书都跟我说 局长你们那个是餐厅的那个 接待柜台吗 旅馆接待柜台 今天就是我们的检股市 而且我们的检股市 我们宽140到150公分 那每一个家属 他们过去 不是我今天在这儿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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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检股市 已经完成了 旁边也依照议员所建议的 我们旁边在玻璃外面 我们都有做绿美化 那我们第二期的工程 我们也在接下来 已经在重新 我们完成了检股市的规划 我们现在外面的那一块 我们也在把它整理起来 因为有一些民众在检股市 他们会在旁边做等理 所以那个部分 我们已经在规划 另外第三个空间规划 就是我们也会针对我们检股市 另外一端的那个餐厅的部分 我们也会进行新的规划 但是那个部分 我们在等我们跟厂商之间的那个合约 能够到某一个程度 因为我们如果施工现在会影响到他们合约 那未来在那边 我们会把它打造成非常明亮通透 跟美丽的一个 那个等待的休憩空间 等待的空间 让我们的民众 他在等待那个火化的时间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那里 可以喝杯咖啡 或是跟家属 能够最后的这个相聚的时间 我们会在那边都弄好 那我们预计这些计划 都会在今年或明年 我们会陆陆续续 一步一步的去把它进行完工 以上 那刚刚看来另外一个议员 所提的那个屋后沟的部分 我们去年一共完成了 35万公尺的这个屋后沟的这个情书 那总金会发 花费到2000万多万 那今年我们依然 我们会跟中央争取 因为去年的钱 这个钱 是跟卫福部争取 那今年我们依然 会跟环保局 跟卫生局 我们共同合作 我们再去继续去争取 这样一个费用 那针对我们 今年没有亲疏到的 或是说我们 重点亲疏的部分 我们持续还会再做 我们这个屋后沟的亲疏 当然也非常谢谢议员 这样支持我们 特别针对 就是说如果民众 如果自己脏乱不好 我们未来也会配合环保局 跟卫生局这边 我们来进行处理 以上 今年还是会 对 好 谢谢 局长 刚才林一龙讲 驱离调整办法 这个已经炒了十几年 以前县市没有合并 我们要把这个案 送来议会议督通过 就并在那边 所以你刚才答复 这个林一也这个问题 你说明年底 选举前 可以做微调 我跟你 你没有这个权利 市长也不敢讲这种话 所以你讲出去 你最好要解释清楚 不然 会浪成很大的风波 所以你说微调 微降 是多大 要微调 多小要合并 这个不是你在边讲 就可以讲好的 这个还议会要通过的 不是你局长说要微调 明年底里长就可以葬 这个事实体 我觉得你在医师厅里面打悟 你没有把握的事情 不要乱讲 到时候 议会出问题 因为这个 要经过议会 议演的话 区域调整是内政部 所以要经过议会 议会是一睹了 就是边在那个地方 不敢拿错 为什么 因为各议演 有赞成 合并 有人反对合并 所以 你跟 林医演讲的话 是不是再解说一次 不然的话 你讲这种话 一直都有读音 到时候做不到 人家是为你试问 跟 跟那个主席 跟议员报告 我们这个微调是依据高雄市邻里编组及调整办法 这个其实也是已经通过的办法 那我们是根据里面的第三条跟第五条 那我们各区公所 各区区邻里编组的状况 我们可以拟 那个拟定方案 然后经区务会议通过后 这是经过区务会议通过后 送主管机关等民政局 所以我们转成市府核定后实施 所以这个其实是已经有在做 在我们上一次县市合并的时候 就已经有执行过一次 那这个是属于 这是那个各地方县市政府行政执行的一个范畴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有依发 是这样在执行 但是 但是我跟局长报告 这个案要过 是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你不要说你要挑 你根本没有办法吵 好不好 你回去再跟市长商量 是 真的要运作通过的话 我们都是有机会 但是 有很强烈的反弹 而且里长听到这个声音 也都有意见 我想要拿出来讨论 是 但是有小理的人家也赞成要合并 所以有大有小 都要做适当 以前有讨论是一千户 以前有讨论 在医师厅有讨论 一千户 有 法言议计就是 以前我每次有法言议计 一读送来议会通过 就二读都不拿出来 所以我们会根据区里 所以这个跟议员报告 我们这个处理 绝对也不会是粗糙的处理 我们是细致的处理 那包括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跟里长的讨论 跟里长主席的讨论 跟这些都会完备 然后才会送到名 就说会有区政会议 区政会议的区务会议 在调整的讨论 理议 我是怕这个事情 风声一出气 里长就听到说要 他不知道说是大 是 他就听说要条件 但问题就是全部都找他 找议员 那不得了 做得到就做 做不到 你不要说明年底 选举前 台北温市 应该是太大到 简单跳开 我是为你好 我知道 所以也要把主席跟議員報告 我们这个东西 也请所有里长跟我们地方 大家不要担心 其实不会像 林郑局不会很粗糙在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会很细枝很用心在做 那基本上 我们大概也会给大家一个很清楚 大家也不要恐慌 因为 不会再 有很 大动作 像说監製这个里长不容易 我跟没有里长有能够做 没有这个情形 来说 我是替他给他打担心 会量成风波 所以 选举前 要做调整 微调 那不得了啦 那全部里长就有声音 说我是替你担心 我知道 再给你机会 再解释 小主席 不告诉你 就 应付了就应付了 好 小主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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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请刘盛政议员 指寻15分钟 好 谢谢主席 刚刚林一龙议员所讲到的火葬场的那个环境的问题 我想我有一点想要回应一下 因为事实上数年前我曾经也跟我们的民政局的那个殡葬处的处长呢 还有其他一些同仁有去参观过日本的那个殡葬的仪式哈 那日本的那个往生者啊 是那个非常有尊严哈 那个处理的整个软体的过程 刚刚局长所提到 我们可能有些设备是新的 但是呢 软体真的要再加强 我第一次走到那个我们的火葬场的那个 检谷市哈 因为一月份的时候我父亲往生 我第一次看到检谷 我感觉到说非常非常的没有尊严 好 那个骨头烧出来以后是放在一个非常不干净的那个铁制的 我们好像是茶几的那个托盘上 这样捧出来 好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人往生以后就这样子吗 好 那样的没有价值那样的不值得吗 好 我第一次感觉到说是实在是 人走了就是这样子 非常没有价值 我是希望说 我们兵杖这一部分 在软体部分一定要再加强 到日本去学一下 看一下日本非常有尊严 好 好 这个等一下再打好不好 好 那 我现在呢 是不是我们齐山区公所 跟美容区公所的区长 我刚要请他们进来 我在这边呢 我要跟在场的我们的研考会的主委 法治局长也好 好 我们民政局长也好 我跟你们报告 我当了议员以后 过去我当将近三十年的公务员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说 政府机关会欺骗老百姓 会欺负老百姓 但是 我当了议员以后 我处理了很多的事情 我发现到说 政府机关是会骗老百姓 会欺负老百姓 这一部分 我希望我们的研考 跟我们的法治局 将来要担负起这个阻止 那些事情发生的责任 你们有职务旁贷 好 这个 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 我们高雄市政府 现在呢 拼死拼佛了 要在齐山呢 要为了二排跟五排 要拆一大堆的房子 当然二排 我在这边呢 我也不多讲 大沟顶 从头到尾 都是在欺负老百姓 一个店面 只从七万块开始 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真的欺负到家 那现在才慢慢调整 看调整那几倍 我想你们自己去了解一下 可以这样子对老百姓吗 这个是五排 也是一样 大家看哦 我们现在拆人家的房子 但是呢 他是在101年的时候 这个房子呢 也是建地 也我们也发了使用执照 他买土地 像国有财产局买的土地 买的土地呢 是买建地 买的住宅用地 而且呢 他是在 他是在民国九十几年了 九十几年才买的 在国有财产局哦 卖给他的土地呢 卖给他的土地呢 是建地 住宅用地 结果 我们是说七十几年 就把它变为绿地 现在呢 房子盖了 要把人家的房子拆了 我是希望说 我们区公所 齐山区公所 在执行第一线 也不要让 我们的区公所 好 我要讲这件事情 让我们陈区长去了解 第一线的老百姓 他们被你们在执行这个工作 周团当中 是充满委屈的 包括我们大口底 是充满委屈的 对老百姓要友善一点 这一点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你想想看 他好不容易 房子盖了住没有几年 也是我们市政府同意他的 那如果他是绿地 你为什么准他盖呢 盖了没有多久 现在又给他拆呢 政府机关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一瓶当时买了22万 那你要征收 你要征收啊 征收你一瓶给他22万 但是呢 钱又是小事 小事哦 这个是在第五号排水系统 第五号排水系统呢 要征收百分之五十六 是老百姓的土地 但是呢 我们讲事情的时候 就好像是他们占用国有地 占用绿地啊 占用绿地的话 我们当时准他的 准他盖的 为什么这样欺负老百姓呢 我只要欺负老百姓呢 我是希望说 严考给我们的法治局 好好注意一下这些问题 陈局长 我是希望你了解一下 我们在你所面对的 第一线的 你要拆他们的这些房子 这些老百姓 是满受委屈的 满受委屈的 政府机关做事情不能这样子 陈局长 我只让你了解一下而已 你可以离开了 大家看一下 我是希望说 我是希望说 我们严考法治局 你看一下 区长你看 这个是农路 好 我们去放一下 我们去那个 那个放一下这个 好 不是刚刚前面一张 好放一下 我们的 农业局长 肯定说这个不是博油路 政府机关 先不负责任的来维护农地 让农地变成这个样子了以后 来后来说它是土地 它是农路 土路 在抗议 在农业 在农业树 在照顾外的农民 不照顾外的农民 不照顾农民 人总的说 啊 我才是从我们的 年秋 日本的水平 没有我做过来 我还用我做事 要送 人总的那些 刚才的 他讲什么 他呢 他呢是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 旁边的左边的 这个是里长 他是怎么样子呢 他一直说 因为我一直强调 里长 这个是不是 成绩是博油路啊 因为农业局一直在 一直在反抗 说 他这个不是 因为是土路的话 我们呢 农业局 他就可以不去维修 所以呢 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到县长去 会看了五次了 一个农路 对一个高修市政府 会有那么困难吗 到底是一个 然后呢 是盖了一半 做了一半 后面不做了 连农民都可以知道说 奇怪 这种路 怎么只做了一半呢 他丢在那边呢 然后后面说是 后面前面是 前面是 前面是 铺了水泥 后面没有铺了 就说那是 原来是土路 老百姓都听不下去啊 然后呢 里长 你放第二张 里长说 这个呢 就 影响到市长 里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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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长说呢 市长啊 口口声声啊 要照顾农民啊 讲一套做一套啊 这个是里长他这样讲 讲一套做一套啊 伤害到 市长在农民中的形象 在农民中的形象 在这里 我请教一下我们谢区长 我有请他说 你到现场去看 好 你到现场去看 这个 原来是不是 柏油落 是不是 请区长 谢谢区长答复一下 区长答复 好 好 很远 这个说明 这个案子 我们其实 我这边 我有亲自去看过 我也了解 那 因为现场看的 比较明显的是 土路 那 现场因为 也有一点 是不是说 因为这个 农业 农路是属于农业局 主管机关 那他认定上面 因为他一直感觉说 这是一个土路 那地方上 他不是很明显的 有柏油路面 的呈现 你说 区长 你说他那边 有没有柏油路 有没有柏油的残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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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呢 车子一直压压压了以后 整这个柏油慢慢的慢慢消失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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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邊做一個報告 區長可以走 那個區長 這個很簡單啊 去查明那個到底是農夫的 這個你要明清啊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啊 為什麼要講的魔物 因為我們公所這邊 完全沒有任何的鋪設 或是維修的記錄 主席 你看前面就可以坡了150公尺 後面170公尺 同一條路上 怎麼會有這樣子呢 是不是 這個道理連恆夫都看不下去 同一條馬路的一條直直的路上呢 怎麼前面鋪了150公尺呢 是不是區長 是不是前面有鋪 鋪了150公尺啊 我剛剛這前面就有看得到啊 怎麼會有這種道理呢 看不出來啊 真的啊 主席 我們的選區都 我的選區 包括你的故鄉在六龜啊 真的是濃露啊 一塌糊塗 這一次 我上次我就跟 主委 研討主委講過 我們的濃露的遺算 不能再這樣子編啊 欺負農民啊 欺負農民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好 接下來 區長可以走了 我要請教劉政局 我們的棋委 是不是要蓋 兵役館跟火葬場 其實我們非常審慎在評估啦 目前來講是沒有這樣的規劃 好 局長請坐 因為時間關係 時間寶貴 你要蓋殯儀館有跟棋委地區的人溝通過嗎 有沒有 局長簡單答覆一下 有沒有 請答覆 有都有在跟地方有在做這個說明 我所今天知道的齁 席委地方還是沒有跟他們做溝通齁 沒有做溝通 這件事情我是希望說 要做完整的溝通 尤其火葬場更嚴重 你可能要溝通的範圍要更廣 要更廣 好不好 好 尤其你現在說火葬場沒有啊 好 那就好 但是呢 依照程序上來做 定義館的話 你要知道說 那個條路那麼小啊 整個交通又在要往 要走十號道路的附近啊 是不是造成交通的問題 這些都是要去思考的 局長請坐 因為接下來請研考會 仔細的去思考 我們下農路的預算問題 好 剛剛我講了 還有青年返鄉 因為我們的農業局 現在推動青年返鄉了 那個政策不夠完整 只協助二代青年返到農村 請研考會思考 是不是協助規劃一下 反正要回農村的 他只要是學有專精 學有專精的 只要提計劃 可惜 高雄市政府協助他 透過現有的機制 利用我們的農業基金 農業信保基金 好 包括我們 我們的剛是做編一點預算的 跟農信保合作 來協助青年到農村去購買農地 讓他們的理想 他們的專業 他們的那個創意呢 能夠在農村來實現 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高雄市政府 在協助農民 在協助青年返鄉 做一部分的 是積極的 而不是現在 我們的農業局所推動的 消極的這樣一個政策 美豬問題 我是希望說 研考會要思考到說 如何來面對 面對我們的 將來美豬進來以後 對我們的高雄地區的養豬業 畜牧業的這樣的一個衝擊 我們不能放那些的農業局 沒有一個明顯的政策來協助措施 這一部分呢 我是希望說 我們的研考會要耽誤起 兩分鐘 要擔負起研發考核的責任啊 要研發考核的責任 還有像那個 像那個我們的農產品 季節性生產過剩的問題 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農業局長 他是把我們的 季節性的農產品過剩的問題 當作是一個當然的現象 沒有說 我對於農產品生產過剩 我要如何去面對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他在一視頻 把它當作這是一個 當然應該有的現象 沒有積極的 這一部分 我是希望說我們研考 要去認真地去思考說 生產過剩季節性的問題 並不是我們的農業主管單位 可以去推卸的藉口 好 我想這一部分呢 我想非常非常重要 還有我們的新南鄉問題 新南鄉問題呢 為什麼會有我們的新南鄉 新南鄉就是因為 我們過去的舊南鄉 失敗了 才會有這個新的 如果說過去 我們的舊南鄉政策 對南鄉產業的發展 真的是對的 今天就不會有新的 這樣的一個新南鄉政策 要去思考 我們高雄的產業 屬性是什麼 我們在推動我們的協助 我們新的政府 蔡英文總統 他推的新南鄉政策過程當中 如果協助我們的高雄的產業特性 哪些是適合到南方 到南洋去 而且我們有哪些協助的措施跟機制 這一部分 研考會 我是希望研考會呢 能夠根據中央現有的辦法跟措施 能夠擬出一套 協助我們高雄市的產業 在南鄉過程 協助南鄉過程當中 讓他們有依選 我們有一個明確的協助的措施跟方向 使沿海外主委答覆一下好不好 好 主委答覆 謝謝議員 議員講的關於青年緩鄉 關於農產品產銷 這都是很重要的 政策 以及這個新南鄉政策 那現在新的政府快要成立 我們會跟中央政府密切的去討論 因為這對高雄也很重要 如何發展在地的經濟 讓創造這個就業非常重要 那我們會仔細的跟他們討論 研究我們的政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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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是 再給他一分鐘 請那個民政局長答 議員報告我們現在已經在二月三月我們已經全部都弄完了 然後每一個那個檢古不再是過去的那個鐵盤 我們現在是一個白色的鋼琴烤漆的一個盤子 那裡面是鍍金然後裡面才有一個盤子 然後這樣高大概五公斤 所以這個我們是率全國之前已經完成到這個部分 所以也跟議員報告 我們也找機會會跟議員做說明 也請議員如果針對我們哪些沒有做好我們會加強 那二邊的部分就是人物的部分 我們已經也在做這個修正的計畫 以上 好 上午的議程到處結束 下午兩點三十分繼續開會 散會